张哲瀚合影的奶木神社 供奉一对狂人夫妇 全家为天皇死绝了 张哲瀚去日本参加朋友婚礼的旧照被扒出 引发了网上众怒 因为婚礼是在奶木神社举办的 而奶木神社供奉的是奶木西典和他妻子奶木庆子 一对无法用常理理论的战争狂人夫妻 军国主义信仰者 奶木西典出生旧武士家庭 从小脑子里就被灌输了中军今始的五十道思想 长大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 甲午战争时 此人担任第二军团第一女团 女长 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 后来晋升为陆军中将 冲南爵 担任过第三任的台湾总督 1904年 日俄战争爆发后 奶木西典担任第三军司令官 是日本陆军的主力 在惨烈的女顺之战中 她毫无指挥艺术 只知道驱使士兵一波一波冒扯俄军的枪林弹与猛攻 打了半年才拿下了女顺 在著名的女顺203高地 奶木发起多次赶死队攻击 阵地前 竟然海人听闻的丢下了三万多尸体 女顺之战战争中 她的长子奶木圣典和赤子奶木宝典全部阵亡 奶木的肉弹攻击导致死伤过于严重 以至于战争还没结束时 就有不少日本国内战死士兵的家属 像奶木家的房子扔砖瓦 骂他是杀人鬼 战争结束之后 奶木西典回国 在床上写了一首汉诗 黄师百万增强乳 也但功成师作三 愧我何言见父老 凯歌今日几人还 这个家伙对部下狠 对自己也狠 1912年7月30日 明治天皇病死 奶木西典一直为其守灵 同年9月13日 明治天皇殡葬之日 奶木和妻子静子为报恩 双双自杀殉死 她妻子奶木静子 生怒而倒攀疑之旅 也心肠刚硬 当长子战死的消息传来时 她竟发电报说 我为圣典壮烈战死感到很欣慰 他们夫妻还有一纸一缕 早已夭折 也就是说 为了尽忠天皇 奶木一家死的精光 对于奶木的评价 日本两极分化 包括司马迁太郎在内的日本历史学家称其为 无人的渔将 顶着狭隘顽固老壳的一个老武将 精神并一样的武将 而日本军方则称奶木为 武士道模范 国之忠诚 军神为其国葬造神社 树雕像 奶木神社在日本有好几个 分布在东京京都山口县 利木县和北海道 其中位于东京都港区赤板的奶木神社 由于是奶木夫妇自杀的故地 受到不少人追捧 神社不但承办结婚事 还经常承办成人礼 安产心愿之类重大仪式 不过 今日的日本青年更加西化 结婚仪式大部分在教堂举办基督教婚礼 只有少数在神社或佛式举办 这个奶木神社就是比较热门的一个